美国总统川普力推的服用奎宁可以防治新冠肺炎 现在也遭到世卫组织打脸了 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宣布基于安全考量 决定要暂停奎宁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实验 因为现在有研究指出新冠患者服用了奎宁 可能会出现心律不整的副作用 而且会增加死亡风险 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已经暂停奎宁治疗新冠肺炎的跨国团结试验 而让世卫做出关键决定是出自一份研究报告 英国成为医学期刊柳叶刀在上星期刊出一项临床测试 显示奎宁可能对新冠患者造成潜在的副作用 特别是心律不整的问题 而这份研究的病患对象遍及各医院共有9万6千人 这才让世卫决定基于安全考量 暂时停止相关临床实验 巧合的是川普上星期五才说 自己会在周日暂停服用奎宁 虽然他可能也知道擅自服用奎宁的危险性 只是看看过去这些川普力推奎宁 甚至自己当起神农士服用药物的言论 如今看来格外讽刺 特别是美国这名妇人 吃了19年的奎宁治疗红白信狼疮 没想到他还是染上新冠肺炎 不过世卫也强调奎宁用在自身免疫系统 和疟疾的病患上是相当安全的 至于对付新冠肺炎的药物 科学家仍会继续研究 努力寻找 记者组合报道